蛤蟆 你赢了女人 还有优越感是吗 不是 误会 任何轻视女人的行为 都会招致严重后悼 这点我很清楚 来 喝口水 小点口啊 别伤着肺 谢谢 你怎么会招致 看在我这么狗腿的分儿上 是不是应该给我做顿早餐 追上我再说 这事简单 好 aled 可以尝尝 嘴巴好大啊他 老天会眷顾爱笑的人 就像我这样 这好奇怪啊 他为什么还没有长大 我都等到一晚上了 那这一晚上 你的头发能长长吗 你说得真有道理 我不是着急想看 你给我做菜的样子吗 怎么了 是樊小妹 好像小邱影生病了 她让我去看看她 这小樊挺逗的 自己都活得焦头烂额的 还想着为人民服务呢 这就是她特别的地方啊 就算她什么都没有 但是她对朋友真心实意 所以我们都很佩服她 你漂亮 说什么都有道理 安迪啊 我跟你说 我昨天晚上扫了个主意 让应勤在二二那儿 陪小秋陪了一宿 你想一想啊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是来做早餐的 她会做早餐 你要吃吗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了 你们两个事 我待会再跟你们说 现在既然也成事是 你们陪我去桌见 捆要不要他们捆到一起 你赶紧来 两个人来做保镖 金城 这这晚上书 没有亲情 凌晨三点 颜色恢复一点了 我们来就 就交给你们了 我就先走了 这个弄于脑袋 他明明对小翘有意思 一点都不开窍 真的也是坠坠的了 明经 我先回屋了一会儿就过来看下去 那个 你还有事的话你先去忙吧 我留在这儿就行了 五一假期 我已经替你安备好了 所有时间都留给我 不许反抗 不许有一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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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